今天这节课和大家分享一下子宫内膜过厚的问题 在我的工作中 很多女性都在质疑 夏老师 我的子宫内膜怎么这么厚啊 来完月经子宫内膜也很厚 那么子宫内膜厚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以分三个周期来监测我们女性的子宫内膜 如果您在月经完全干净以后做B超 发现子宫内膜超过0.6的以后 其实就已经说明您的子宫内膜过厚了 因为女性在月经刚刚干净的时候 子宫内膜最好是低于0.5 因为这个时候才能够显示您子宫排鱼排得更好 排得更畅快 如果您月经完全干净了 子宫内膜还是0.7 0.8甚至1.0 这就说明您在来月经的时候 可能有子宫内膜脱落不全的问题 另外我们也可以在排卵期或者是下一次来月经前的时候 分别做一次B超来观察自己子宫内膜成长和健康的状况 一般情况下在排卵期的时候子宫内膜1.0为最佳 如果在排卵期时或者是月经来潮前 您的子宫内膜超过1.2以上就提示您子宫内膜有增厚的趋势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子宫内膜增厚呢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常常发现 有三类的情况常会导致女性的子宫内膜增厚 第一种情况就是感染的因素 因为子宫内膜的炎症长期反复浸润刺激而导致子宫内膜过度增厚 第二种情况就是内分泌紊乱 因为体内的激素紊乱导致的子宫内膜增厚 第三种情况也是近几年来逐渐增加的一种情况 就是过度服食一些药物而导致的子宫内膜增厚 子宫内膜增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阴道的不规则出血 以及预精量过多 有些女性的预精量甚至可以达到200毫升左右 血块比较大 预精量也比较大 常常预精周期也会比较长 无论是炎症导致的子宫内膜增厚 雌激素 紊乱或者是药物性治疗导致的子宫内膜增厚 那么对于治疗上一般情况下就秉承着以下几点 第一 首先我们要戒断病因 如果您是因为有炎症的话 那么就请您适当的治疗子宫内膜的炎症 如果是内分泌的紊乱的话 我们就要适度的调整我们女性的内分泌 如果您是药物引起的 那么就要停止您服食的药物 最近几年 在我的患者群当中 第三类人群就是服食保健癖 或者是某些药物而导致的子宫内膜增厚的女性 比比皆是 现在很多女性已经关注到我们卵巢的健康 女性的保养了 但是如果您选择的方式不正确 有可能造成您子宫内膜增厚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服食这样的药物时间 药物建议大家要停止这些药物的服用 下面为大家介绍两种通用的子宫内膜治疗的很好的办法 第一 一定要抓住月经期 月经期真的是排污血脱内膜最佳的时期 有很多时候子宫内膜过后 可能是因为您子宫内膜排出不畅 反复淤积刺激产生了后面的炎症 包括一些内温蜜导致的子宫内膜脱了不全 也是因为这个导致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重要的排污血的时期 也就是月经期 在月经期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一定适当的用一些破血之药 我也为大家提供一个排污小偏方 荡参15克 生鳍30克 炒白猪15克 三楞8克 鹅竹8克 鸡血藤30克 昆草15克 这个小偏方呢 虽然没有几名药材 但是呢 对于补气 温中 破血 活血 排鱼有一定很好的疗效 如果您只是单纯的子宫内膜后 那您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是严重的子宫内膜过后呢 还是希望您到医院正规治疗 第二个我为大家推荐的 非常有效的治疗子宫内膜异常增厚的方法呢 莫过于中药灌肠法了 在之前我也为大家讲过 我也给大家一个推荐 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消瘀的小偏方 单身15克 贵枝8克 子草10克 鹅竹8克 我们可以用白花蛇蛇草30克 或者是麻齿茜30克 或者是鱼腥草30克 这三种药材都能有效的抑制子宫内膜的炎症 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中药方子尝试一下灌肠 如果炎症比较严重的 也可以鱼腥草 麻齿茜 白花蛇蛇草 同时三种使用 每一种可以选择15到30克 一样灌肠 疗效会非常的好 对一些子宫内膜过后 但是预精量很大 而且淋漓不尽 经常流血不止的女性 建议大家不要使以上推荐的方子 要到医院正规治疗 而这些月经量比较大的女性朋友 在紧急救急的时候 有一个中医的小方法 也可以帮助大家救急 我为大家推荐两个穴位 艾灸非常好 有效的能够止血 温宫 也可以缓解子宫内膜过后的问题 因为很多女性子宫内膜过后 月经量特别多的女性 多数流的都是好血 常常会造成女性的体质虚弱 气血不足 严重者甚至贫血 甚至可以导致女性的休克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建议女性朋友 不要使用活血化瘀的药品 还是到医院正规治疗 那么推荐的两个穴位 都是有效的帮助我们止血的 第一个为大家推荐的穴位 是引白穴 在足大拇指内侧旁开0.5寸的位置 也就是大拇指指甲内侧旁开0.5寸 就是我们的引白穴 我们建议大家艾灸的时间 可以从5分钟到15分钟这个时间 第二个为大家推荐的艾灸穴位 是血海穴 在我们人体膝盖内侧上方的两寸这个位置 也就是大概是这里 就是我们人的血海穴 当您子宫内膜过后 预精量过多的时候 您艾灸血海穴也能有效的温晶 直血调晶固充 您艾灸这两个穴位 也可以很好的有效的缓解 预精量过多的问题 如果您预精量过大 还有一个小方法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预精量过多 崩漏救急的时候 都可以口服云南百药交难 那么长期的反复的子宫内膜增后 最常合并的还有一个子宫方面的疾病 就是子宫内膜吸肉了 子宫内膜吸肉多数是因为 子宫内膜炎反复刺激子宫内膜 使子宫内膜上的血管和解体组织增生 而产生的地状吸肉状的坠生物 它就像一个个小肉灸一样 挂在我们的子宫内膜上 可大可小可多可少 可以是单发的也可以是多发的 子宫内膜吸肉最长的表现 它不是月经量过多 而是月经淋漓不尽 周期长 如果您月经淋漓不尽 总是有一点褐色咖啡色的分泌物 常常超过十天 甚至是半个月的时候 那您一定要警惕了 可能您已经发生子宫内膜吸肉了 对于女性来说 最常导致子宫内膜吸肉的原因 除了我们的炎症之外 磁激素也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很多女性因为磁激素过高 也常常会引起子宫内膜吸肉的发生 另外一些全身性的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 代谢紊乱等等 以及体质因素 也常常会导致子宫内膜吸肉的发生 子宫内膜吸肉被我们视为癌前病变的一种 很多时候 子宫内膜吸肉常常会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所以对于子宫内膜吸肉来说 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非常重视的 除了癌变之外 子宫内膜吸肉还常常引起女性的不孕症 有很多女性多年不孕 最后一查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小小的吸肉而引起的 所以子宫内膜吸肉对于女性来说 还是非常能够影响女性健康的 子宫内膜吸肉主要的临床表现 就是月经经期延长 月经淋漓不尽 除了这些症状以外 要如何确诊子宫内膜吸肉呢 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吸肉个头比较小 或者吸肉数量比较多的时候 很难在B超的影像监测下查到子宫内膜吸肉 如果您高度可疑疑似有子宫内膜吸肉 建议您还是做公腔镜的检查 可以直观直接检查子宫内膜 如果发现有病变了 如果少的时候呢 公腔镜下我们可以直接摘除 做病理测试 确诊子宫内膜吸肉 子宫内膜吸肉数量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重新预约 建议大家手术治疗为最佳治疗方式 但是由于子宫内膜 它的特点是极其容易复发 我们有时甚至说百分之百复发 所以预防子宫内膜吸肉的发生 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也为大家推荐了预防子宫内膜吸肉 发生的小偏方 主要就是中药灌肠法 对于子宫内膜吸肉来说呢 其实治疗起来非常的简单 我推荐大家最优的治疗方法 就是我们直接到医院手术刮功 把它刮除掉即可 手术刮功以后呢 我们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灌肠的小方子 抑制子宫内膜吸肉的增生 我也为大家准备了 抑制子宫内膜吸肉增生的小偏方 单身15克 折备10克 内筋20克 炒一米30克 鹅竹8克 鱼腥草30克 这个小偏方呢 也可以很好的抑制子宫内膜吸肉的发生 还得到自己的小偏方呢 就好 就好 这个小偏方呢